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乾杯嗎 這是什麼啦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OK 大家 我今天呢 要來宜蘭玩了 今天要來去找音樂人 是我的前輩 然後我今天呢 做的是雪鐵龍的布丁勾 給大家看一下 還是你們想看我 雖然今天有點腫 但是撲框看起來滿好的 但是天氣看起來沒有很好 大家好 我是千千啦 今天開這台步步來宜蘭 除外音樂人前輩 宜蘭的空氣 Super Fresh耶 準備好今天跟我一起 來去吃安樂雞了嗎 好了嗎 Go 我們今天來到音樂人 我要來吸收一下音樂人的 日月精華 我們歡迎高仁 嗨 大家好 我們是 高仁 我是肯定 我是雲安 我是德杰 我是高仁 我是高仁 好 是前面交換叫新專輯 我差點妳以為妳要說交換名片 他整個都很曖昧是這樣 這是高仁的新的專輯 運氣來的肉酥 上一次 上一次的影片大家有看嗎 有嗎 有啦 有啦 在這裡有連結在這裡 記得點進去看 OK OK 上一次就有跟高仁約好要來他們家 我們現在就是直接到他們家 請問答案 那我們再來開始參觀一下 我來感受一下音樂人 他們家裡面是怎麼樣 因為畢竟你們是我的前輩 音樂界的 對 我們翻翻過這個 我們是 對 這裡是倉庫嗎 對 這裡是倉庫 這是我寫歌的地方 你寫歌 你就這樣坐在這裡嗎 我就這樣 我在這邊 然後拿一把紙紙 然後拿一把紙紙 像寫那個作業那樣寫歌 然後就 偷一步 看電影 對… 我偷一氣收起來 因為他們家也喜歡錄影 所以又會有這些動作 後來 上次一家 喔 上次一家 上次一家 那天哥坐出來就好 坐… 直接打完 所以那裡原本是放什麼 這邊本來是倉庫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家裡覺得我們既然這麼喜歡錄影 那把這邊動成一個 可以大家一起聊天錄影的地方 那我們要上去嗎 上去就這樣 那上去就只有我私人的私宅 喔 私宅 對 是不是很簡單 沒有啦 私宅通常裡面就是 蛤 而且只是 什麼 哇 這裡是哪裡 這邊是廚房 你為什麼自己消失 這邊是廚房是不是 對 就是這個啦 就是這個 阿嬤家標配 對 每一個要有的 每一個家裡面一定要有的東西 沒錯 這裡比較新耶 那都鴨的 這邊這樣 這個證券名稱到底叫什麼啊 幫達嗎 是幫 我都叫他文帳 文帳嗎 就是 菜的文帳 對 對 他好像沒有一個名字耶 對啊 是嗎 一定有吧 但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什麼意思 等一下… 哇 這是我啊 這阿嬤很會喝喔 而且他們家全部都是烈酒耶 喔 你真的 對 哎唷 看不出來 憲哥會喝嗎 憲哥會喝 憲哥啤酒就出事囉 這樣子就倒了 就會睡著 這邊是我們家煮菜的地方 這是冰箱一號 冰箱一號 對 這是放大家的食物 這個是冰箱二號 冰箱二號 然後它是放櫻葉菜 然後還有一些生鮮 生鮮類的在這裡 等等… 你也在收集吃貼 等一下 這個看得出年代耶 對 這是我… 你們的 冰箱一號 這個 這是我小時候的收藏 這該有15年前的吧 差不多 昨天拍外景的時候 阿嬤趁我們出去的時候 給工作人員一條蘿蔔蛋糕 超好吃的蘿蔔蛋糕 一人一條 等一下會吃 喔 喔 喔 在吃啊 你剛剛遇上術 冰箱冰箱 不是 我第一次看到冰箱 連放GoPro 哇 不是 再看一次冰箱有GoPro還更好嗎 很快 欸 真的 不會是Future 來 來 然後這是阿嬤做蛋糕用的鮮奶油 然後這是阿嬤做蛋糕用的純牛奶 對 還有Cream cheese 然後這是阿嬤做蛋糕的 用了一整個Cream cheese 然後 這阿嬤是有帶鹽這一家是不是 然後這是好吃的 好吃的麵包 這個很好吃 你有吃過這個嗎 沒有 這個很好吃 一定要炒來吃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這些都 請問那這個是 這個阿嬤做的辣油 辣油 對 你要吃吃看嗎 直接喝 欸 嚇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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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是歌手欸 憲哥來 啊 這個 這個阿嬤做蛋糕 阿嬤自己做的鮮奶油 阿嬤做蛋糕是不是 欸 這個蘿蛋糕超好吃的 要不要直接吃一個 嚇掉 來 這個很好吃 直接剝 這個很好吃 這個我今天早上吃的 好 等一下要剝 我手是乾淨的啦 欸 沒有 欸 我覺得你吃最下面那邊 欸 這個也要吃掉 這個 沒有 我一起剝 喔 一起剝 他說吃最下面 所以阿嬤 他覺得你上面做的 沒有啦 好吃啦 喔 哇 好吃喔 好吃 漸層口感 好吃嗎 如何呢 對啊 是好像外面買的 因為它沒有加什麼添加了 對 看一下喔 欸 為什麼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牌子的電池耶 它叫 歐秋牌 歐秋牌電池 冰箱 喔 阿嬤很喜歡喝酒 這個 沒有 這個已經是拿來做菜的 做菜的 對 然後我們繼續往裡面 我們看一下冰箱2號 我最期待這一個了 但是這個 這個後面的吃甜真的很酷 阿芬姐 茶還可以喝 Check 沒有啦 這個 這還可以喝嗎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還有干貝跟渣蝦好不好 這是干貝嗎 對 咬住 這其實滿好吃的 我自己很喜歡 真的嗎 你剛剛演成 他喜歡吃添加物比較多的 什麼啦 不要找 我懂 我也吃吧 是啊 阿剛剛上面冷凍的那一罐 我們不要想要忽略它喔 這個沒有 這個聞不出來 你聞聞看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已經聞過了 它 它是一個 有一個 我會講耶 這什麼啦 要烤麵包嗎 對 又吃烤麵包 好啊 吃烤麵包 那等一下煮了之後 你會一起煮嗎 那是不會喔 那我們來要做的聊天啊 要不然開一下電視好了 妳看起來 廚藝就跟我一樣 沒關係 我知道 真的 我跟你講仙女是不用會煮飯的 這我以前發言 OK 今天要準備的料理是什麼 有蔬菜的話 我們奶油 毛豆 櫛瓜 毛豆的話就是剛剛那個 牛排 對啊 樓上桌 烤雞是謙歌 謙歌做的 對 豬皮 我們全新看起來是非常的厲害 他剛剛加了很多麵包出來 這就是他今天的料理 我人生高峰在這 烤麵包 烤麵包 我們再烤麵包 好 這個料理大概就這樣 這很成功耶 好了 這就是我今天的 起司烤麵包 是不是看起來很好吃 鏡頭要晃一下 是不是很好吃 對…就是這樣 有沒有 風肥的學長 在煮著東西 切著切著的時候就說 你今天要吃點什麼呢 通常應該要裸上身 欸 不是 今天謙歌特別準備的 烤雞 沒錯 鍋具是本地在你們家嗎 沒有 謙歌家的 我早上把它搬來 宜蘭人的家裡 應該都會有一個這個同格子 是這樣子嗎 宜蘭人 謙歌 打開的動作要帥 來 特急出身 後面會有鍋 好 哇 哇 我要開囉 小心… 小心 這樣 我跟妳講 等一下就是嚇掉那一盤 哈哈 要嚇掉那一盤 對 那你們… 完成了 謝謝 我整個時候看起來非常的有一種 就是回到家裡面的那種家的味道 是不是 對啊 開心嗎 開心 謝謝 好 下課 謝謝 我們來剝它吧 因為我現在肚子已經在焦 你會剝雞嗎 對 我們專業剝雞員 像現在剝雞 它是非常燙對不對 首先你一定要戴上工業用手套 再用食品級手套呢 把手包起來 讓你的手就不會被雞湯到你了 對 你會整個剝它 你就可以這樣子 來 我們先把 謝謝 謝謝 然後接下來因為它剩中間嘛 所以我們先把 把頭… 下來 我的腳 哇… 現在換另外一隻腿 天啊 來 哇 你看 哇 好打 它的腿真的很驚人耶 我相信只要我們再拍一個五集 千鑊就可以開店了 我可以入鍋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 謙哥在昨天就已經先醃製好的這個雞肉 來… 直接嚼囉 沒有… 我們夾給你才對 怎麼好意思啦 不要 這樣這個要剩這個 這樣這個要剩這個 我來吃吃看 好可愛 小心燙 如何 怎麼樣 有… 有嗎 吃雙… 給它吃雙… 有… 好吃嗎 好吃嗎 那我們先吃飯囉 拜拜 非常好吃 而且它的雞肉非常嫩 而且咬下去是有彈性 可是又不會那種乾材 而且吃非常的香 而且我跟你講 就連這個雞胸肉 它都不柴 真的假的 所以這個醃製的 是你們從小到大 祖傳的醃製的方式嗎 可是應該是很吃 我家人喜歡的味道 對 就是大家都是這種味道 很純粹的味道 我也很喜歡你們家人的味道 那我們來吃吃看那個 雲南做的 現在不管吃什麼 全部蘸這個雞油 就對了 是不是 對 牛肉我剛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的熟度 是我喜歡的這一種 讓它吃全新弄的麵包 天啊 全新弄的麵包一剝開 我已經聞到那個香味了 來… 你真的 很傷人耶 因為你們五月不出來要演唱會嘛 對啊 為了演唱會做什麼意思 你知道要改變嗎 不要吃澱粉 澱粉小吃 那你手中在是什麼 澱粉 這個 這個 哇 這個 欸 我跟你說這個雞皮 我跟你講 雞皮不要咬 嚇掉 不行 它這樣就會給你 我會給這樣 可是真的好吃 雞皮好吃 是不是 超好吃 而且很軟 它不會很軟耶 油脂的味道又超級香 炸掉 真的 欸 你怎麼都要嚇掉 真的啊 平常朋友會來你們家嗎 很少 很少耶 那種朋友 對 Jazz Me 好嘞 怎麼這麼可憐 下次想吃 妳不用拍片就來 好 我要煮好再過來 那這次演唱會不會有嘉賓嗎 嗯 目前 像之前 喔 那一首歌好聽 對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那時候是先跟你們合作完之後 再去看木曜演唱 我想說天啊 這是在我們家講五四三的耶 這樣 喔對… 太美了吧 給我們一把吉他跟麥克風 不同世界啊 真的 我想說有一個人嗎 而且謙哥坐在那裡打鼓也是覺得很帥耶 雖然說看不太到 喂 但一到鼓聲就喔 感覺好像有感受到謙哥在那邊 欸 打鼓聲嗎 你看你這個動作 這是騎馬的 這個用不會打鼓 喝飲料… 好 秋冰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演唱會順利… 謝謝 等一下喔 你拿著放下 然後今天呢 非常感謝就是告五仁他們特別呢 我這一次來 宜人來 他們還準備了這麼多的食物 我首先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雲安 雖然說我們當狗戲師 他講那麼久 但是他的主菜真的非常厲害 然後呢也非常的感謝謙哥 就是昨天醃製雞 然後今天準備了一整隻雞給我們吃 重點是這個雞肉真的非常的厲害 還有全清他的麵包 然後也要記得五月的時候告五仁 他會有北周南巡迴的演唱會 這次片上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在賣票 大家要記得去買喔 這一次的新專輯名稱呢 運氣來的若有志無 然後等一下呢 我會接著拍告五仁的影片 大家也要記得去他們的頻道看喔 YA 也要記得訂閱他們頻道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了 大家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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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見 歡迎再來玩 超好的 熱的 這是你們推薦的那一間 對 大明娜 非常的好吃 不是艾琳娜 不是啦 我兩個要講 現在在回程的路上 今天到告五仁雲安的家裡面 感覺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因為它的冰箱 應該說它是跟阿嬤一起住的 所以它的冰箱其實有滿滿的 就是有家的感覺跟阿嬤的味道 阿嬤的味道… 到底是什麼味道 然後今天呢也非常感謝告五仁 因為我後面還有拍告五仁的影片 他們其實還有準備那個 宜蘭在地一些隱藏版的知名的甜點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支影片 我覺得吃得滿驚豔的 很期待下次再來宜蘭玩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了 大家也要記得去看相信日常的影片喔 就先這樣子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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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讚… 來吃一下 全聽說冷釣也好吃 我們現在終於到家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 喔 冷掉是真的還有汁耶 就發光耶 喔 珍珠美人魚耶 欸 珍珠美人魚你會唱他歌嗎 怎麼唱 七彩的微風 啊 就像… 信垂夫 翔六重 流到美… 啊 哇… 哇… 欸 敷衍耶 傷人喔 好高喔 你唱這個 珍珠美人魚的牙好好聽喔 當年發生的時候 你的聲音就可以特別紅了這樣 蛤 就會變這樣 好 你耗一聲 蛤 耗掉的收拾感 對…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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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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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